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经典杂志的总编辑王志宏 在我们这个月的一个经典书斋 实际上跟大家谈一个非常有趣的旅程 遭遇部 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别特别的故事 我们台湾有一个创作者 用他的创作在日本的展览 获选了日本中学生的美术教科书 里面的教材 这个是何德的书龙 但是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奇遇 也是很特殊的一个行程 要谈这本书的过程之间 我们先请到我们的座台 我们现场 欢迎我们的林顺龙 林老师 林老师你好 总监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林顺龙 日本国立东京艺术大学美术研究所毕业 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研究 1996年返台 是擅长结合环境与生活空间艺术的专业艺术家 连续数届受邀参加日本 月后期有大地艺术纪 与赖户内国际艺术纪 出身台湾的艺术家林顺龙 多次受邀发表创作 2013年 以跨越国近海 为名的种子船计划 参与赖户内国际艺术纪 不仅获选为该界艺术纪专刊封面 2016年作品《种子船》 更将被主办的乡村县高松港 永久收藏展示 甚至列入日本中学生的美术教材中 是极其难得的殊荣 林顺龙期盼《种子船》的奇幻飘航艺书 透过风格独特的文字与手绘淡彩塑写 展现艺术纪内容的跳岛旅行 公共艺术创作 艺术表演剧场 与社区营造的多面向艺术行动 唤起人与人之间 共生共存的情感连结 当一个艺术创作者 可以当自己的作品 被放到教科书里面 当一个教材的时候 我想对很多的创作者来讲 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 一个心情跟感想 其实它被列为 日本中学生的一个 美术教材的内容 其实对我来讲也蛮意外的 不过我们2013年的冲子川 在那边的确是非常亮眼 那我觉得对日本来讲 从南国来的这样的一件作品 而且是飘航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对于日本的学者来讲 是一个梦想 是 我晓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航程 但是因为有一个叫做 内户内国际艺术记的一个姻缘 你被邀请到那边做个展览 是 但是你自己的发想 后来跟你的朋友们 跟着一群朋友一起来发想的时候 你用了一个叫种子的概念 是 这个种子就用了一个叫 棋盘角的那个种子 是 南部人叫肉葬手 对 那用这样子一个种子 借由漂流木 是 重新排列组合装起来 然后送到日本在当地展览 听起来很容易 是 但是你可不可以想一下 怎么去人家邀请来展览 你一定有很多的思维 是 怎么去想到用种子船的概念 你知道那个赖乌内国际艺术记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海的父权 是 那我在想说 如何谈论这个海的父权这件事情 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岛国 是 那也经过黑潮的这样子流进的地方 很重要的地方 那我们当初在想说 海的概念 那假如用海漂植物来诠释的话 是不是蛮贴切的 那的确那个棋盘角的果实 的一个漂移的一个路径 跟人类的迁移时的一个漂移的一个路径 其实是一致的 是 所以你就用棋盘角的种子开始来发想 但是你又把它结合了漂流木 这又是另外一个想象 一个结合 是 那因为漂流木基本上它也是从山上 那因为台风等等这些因素 所以它一路的就是移动到那个海边来 那有被遗弃的一个这样的状态 那而且賴夫内国际艺术记 他谈的就是地域再生的 那就是被遗弃的岛屿能够透过艺术记 能够让它能够起始回生 能够创造新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就将漂流木这个元素也带进来 是 实际上某方面任何一个漂流木的产生 就是一个当地的在 资源在造的一个过程 是 资源重整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将那个棋盘角跟漂流木 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要开始瓶瓶瓶瓶成一颗巨型的一个种子的 是 所以那个种子传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还有在你要招聘买马 对 然后据说一般正常来讲说 我们要设计个艺术品 本来就是大家画好几百张的草图 是 但是你们都是在一种就随机之间把它创造出来 是不是 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建筑师 我是一个艺术家 还是蛮冲动的 蛮是用灵感去想象之后的创作的一个内容 所以当初我们在想着 如何运用漂流木的时候 我们与其说自己去设计 应该让漂流木自己来发言 所以我们是依照漂流木的一个形状 然后去慢慢去把它架构起来 那因为我们的公办里面 有很多都是云住民 云住民又非常灵活 然后他们用他们的身体的感知 然后用身体感知去创造这样的一个作品 我觉得那样作品不是 但就一个艺术家作品 是大家一起共同创作的一件作品 是 我们先岔开 因为这本书是很吸引我的时候 是因为林老师的一个手绘的插画 是非常非常的有个性 非常好看 所以他通常在描写整个过程之间 辅助于他自己的插画 是 所以他变成是在文字上的创作 再加插画的创作上 把他所描述的这件事情 在结合摄影的照片 所以让他变成从想象 从文学 从艺术 再从现实面 做了很多面的一个结合 但是你把这个种子传的形状 做出来了之后 那通常他既然没有经过一个蓝本 就把它拼凑起来 但是他必须送到日本去 才能还把它拆过来再运过去 对 所以我要问你说 这个工程总共是 几十个人花了多少的时间 在2013年 2013年我们在我们北部的石门这边 我们先做一个假组装 先把大的一个结构 组装起来 所以那部份已经花了 大概上个月的时间 之后再把它拆解以后 再送到日本去 那在日本也是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组装 你可以想象说 这文书蛮有趣的画面说 当你们在异国的小岛上面 在组合成这个船的时候 面对的全台自全世界的 各地的艺术家之间的交流 更重要是跟当地村民的一个交流 没错 那对他们来讲 大家都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没错 对当地村民来讲 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验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 在那边非常安居乐业的 而且他们人数很少 人数很少 只有几个人 然后而且年纪都很大 七八十岁的人家 所以他们本来是 非常平静的生活 突然来一堆 从台湾来的团队 然后来这边 要做一个很大的作品 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惶恐的一件事情 一开始的时候 然后所以他们那个村老大 那村民常常就 在我们在足够的时候 就会每天过来监工 来看说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包括那村老大的妈妈 还有村老大 还有最后渔夫等等的 都会送他们的蔬果来 还有鱼来等等的这些事情 甚至他们送来的西瓜 我们公班 还有我们吃完以后 把它吐在沙拉上 后来就长出西瓜来 有把他移到种子船里面去 有 是啊 所以有时候某方面觉得 这种艺术 一般我们觉得艺术 是一个高高在上 要到博物馆 到美术馆去看 但实际上 你们参加这种 国际记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活灵活泄 放在一些 已经是 已经怎么讲 已经人去楼空的小岛了 风华不在的小岛上 尝试着借由这种艺术记 直接唤醒 大家对这个仪器的小岛的注意 也希望带来人潮 让他们再现心机 是不是 所以你在很多的行为上 就是巧妙的复制 这样的一个经验 是 因为的确 赖乎内国际书记 创造了很大的一个生机 那也创造了很大的上机 那对于岛民来讲 我常常在想说 会不会是一个困扰 或是干扰这样的 结果我们接着去 我们台湾团队表现非常好 各位假如有到封岛说 只要说从台湾来的 一定会大受欢迎 因为我们在那边表现的 真的是非常棒 是 封岛 对不对 那部内的封岛 对 然后我再问你一下 实际上就除了这个造型 造型艺术 实际上后来 你们在2013年去的时候 还带了一些 一些细台子趋势 细班子趋势 跟观众朋友做个分享 是啊 因为我想说 只有作品本是一个空间 但那空间有一种神圣性 那我想说注入他另外一个灵魂 就是我们台湾的剧场的 这个这件事情 所以那时候邀请了 我们钟乔钟老师的参事剧团 我们在那边有做了大骨花症 做祈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仪式 然后我们也有那个黎原剧 然后在探讨人类 对于大海的污染的问题 然后我们有做了南館 然后冻枭等等的这些表演 是非常受到欢迎 是 但是我读到里面 觉得蛮感动的一个地方 是你们特别挑了一个 日本的麻风头里面去做表演 因为正常来讲 做一个表演艺术 大家懂得是想要去 很多人看的地方 而不是去只有一少群人来看的 但是我想那件事情 对你或对当地 或对旁观的其他日本人来讲 都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是不是 是 当初主办单位有想说 今天我们是不是到指导 因为指导人多 那我们想说 我们要去的地方 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地方 就是那个大岛 欧西嘛 大岛就是麻风病的岛 他们只有82位的 现在还有老人家住在那边 那我们去表演的时候 的确带给老人家 很多的新的一个希望跟感触 我们在表演的时候 这老人家都掉眼泪 那我们最后老人家 还是希望跟我们一起合照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是非常非常的一个 很奇妙的一个体验 是啊 如果我们想说一般 像有一个悍生病的 是 大家都不愿意拍照 是 是 是 但是我想这也是 藉由一个奇特的一个旅程 奇特的姻缘 是 因为藉由艺术之名 化开了很多那种肢体上的一个界线 没错 我记得这个你 这一个主要的那个策展人 北川富朗先生 是的 他谈在办这个耐户内忌的真正的意义 好像感觉很卑微 但是感觉非常的神圣 他说办一个展览 可以让一个仪器的岛重新复发起来 让老人家得到的希望 就是伴展最重要的意义 是不是类似这样的意思 是啊 他吸引我的地方 比如说沃兰先生 是我东京艺术大学的学长 他一个理念 当初非常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说他办了那么大的 两个很大的国际艺术纪 不管是月后期有大地义术纪 或是赖户内国际书纪 他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说 希望能够重新看到老人家的笑容 是 然后呢 因为有一天我们也会老 我觉得那个是 那个事情非常吸引我 是 我必须很现实的来问一下 就是通常像筹划一个这样子 里面去做一个像艺术纪 刚开始在耐户内的话 是有多少个国际团体去 基本上大概有三十多个国家 然后今年有两百二十六组 两百二十六组 天哪 在十二个岛上面做展演 是啊 所以那个岛 每个岛都是比我们澎湖里面 什么东移 东极西极 那个人更少 非常少 人非常少 风景非常的漂亮 但是他们办了几届之后 现在变成是 已经变成是个最棒的 观光客都会涌进的 你还跟我讲说 早期华航飞到那边 一个礼拜才两班 现在一个礼拜有六班 六班 是 所以变成是将 藉由一个很棒的艺术纪 全世界国际水平的艺术纪 然后创造了一个那些 一切岛屿真正开始有观光客再回来 没错 不止观光客 而且听说岛上的一些人 也回去帮忙 是 所以有时候人家讲说 艺术不能当饭吃 艺术真的可以当饭吃 这个还不敢确定 但是我在想说实际上 有时候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 在压力挺很大 我在想 因为你代表一个台湾队伍 去跟着大家来来拍片 是 然后你的所作所为 都是变成当地人在看的 那到最后你的呈现者 也是变成大家打论 所以一个标准 没错 你们当时在时空之间 已经战战兢兢 还是压力 以你来讲压力会很大 压力是非常大 那在压力大的同时 我们如何跟当地居民能够互动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 因为在做作品以外 就是跟人的互动关系 我觉得另外一件 北川讲的一件事 我觉得也蛮感人 就是说艺术作品放在当地 不是为了看艺术品 是为了透过艺术品 看见风景 然后透过风景看见人 这个事情 那最后是讲人的事情 这件事情是很非常的 非常哲学 而且非常的 对 我有点听懂 这艺术品就重新当成一个影子 是 所以你会因为这艺术品 你重新再去 因为被吸引去 是 可是你永远不会只盯着艺术品上 你会跟他做 跟他附近看他所有的情况 跟做他的interaction 那结果 那一块你永远不会去的地方 就因为这个东西的影子 把他引过来 没错 你再次去的话 除了日本方面 给了一个某方面的赞助 是 台湾这边的政府 或成为给了很多的一个辅助 对 那所以一个计划一定是有单一 一定是双向的 对 所以那个种子船 是不是也曾经拉回来台湾 做一个展览 是啊 我们建设文化部的跨域核创计划里面 就是说我们在日本的展演 然后他给我们的很多补助 然后希望我们回来台湾 把那样的带回来 所以我们将会在今年十月 在新竹县 然后我们会把它重新启动一个艺术剂的一个软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 是啊 但是一个不够 我们要找两百个才行 这个需要不管是从政府或是民间 还有艺术家 是大家都集结在一起 是 才有可能 如果照刚才这样的方式的思维点 那你可以把一些借由大家的交流 大家重新认识土地 重新认识人 当地人自己重新认识自己 外来人重新认识你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 比那个很纯粹的走马看花 对 会来的更多的一个思维 你会想说 像我可以幻想说 在你那个岛上看到一颗这样子的一个棋盘角 长成的一个人工造型的一个用漂母组成的一个种子船 在一个异国的小岛上面 你会做出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联想 背后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故事 没错 我想也是这样一个成功的一个展览之后 你决定要把它变成一个什么 记录下来 变成文字的记录下来 跟绘画的记录下来 是是是 所以我就这一次 我就出了我第一本书 是 就是叫做我们的董子船的奇幻飘航 我希望透过文字 透过我的图像 能够传达给各位读者 然后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概念这样子 因为我们今年二零一六年 我们种子船会重新回到日本高松港 而且是永久性的被收藏 被设置 是啊 所以我在想说 我刚才私下问说 照你文中所写的 然后然后谈到的 你们这个种子船 在当地一定是非常的风光显耀 所以我刚才顺同就讲说 是啊 不然他们做的年鉴怎么会拿我们当封面 所以也跟观众们有 我们想这个很骄傲的shop一样 这个叫做奈户内海的三年纪 三年的国际纪的 二零一三年 还是封面就用你们种子船来当 还有封底也是 封面跟封底这样子 是是是是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殊荣 是 也谢谢你 这个带了一个队伍 让我们台湾清光 所以所以接下来你就受邀了 所以你现在计划呢 我们现在在春季 已经将种子船设置在高松港 那我将在夏季的时候 我会在那个日本另外一个小岛 叫做小豆岛的 里面的海边叫大布港的地方 然后我会另外一件作品叫做快国进草 我会设置一百九十六个世界小小孩的 一个作像 然后随着时间 他慢慢风化 然后谈的是世界 现在世界儿童的问题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战争难民 儿童教育问题等等 那我们是希望这样透过的作品能够 能够更引发很多人的 对这些事情的关注这样子 那同时我会 我也是希望把台湾的很多的美食文化 包括杜小岳 包括我们台湾的很棒的 我们的原住民的云艺师的 小朋友的合唱 以及我们的逆面人 还有缺堂人 还有徐伟茨的诗作 能够在夏季的时候 能够展演出来 所以我在想 实际上好像像做这样子的 以前我对这种什么造景艺术 我大概没有太多的一个涉猎 但从这篇 这次你做这个过来的时候 我就开始来思维 实际上那是一群人在做这样的事情 要结一群工班来做的事情 他不是一个建筑物方面来的那么严谨 但是他很多的创意 很多的随性 很多的突发奇想 你要你当一个负责人 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块 那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整合 是不是 那也是非常的冒险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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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冒险 因为必须要大家生活在一起 我们不时的在讨论 只是我们不是拿电脑来讨论 我们是拿粉笔在地上这样画 在那边讨论 然后我们直接在那种票庚库上面画 等等的 他这样讨论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交流是在这边建构起来的 是啊 所以他有一点又是一个随性之间 又要有一个思维 对不对 真是有趣 因为艺术的东西你很难去画出很多蓝图 对啊 因为我们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随时会做一些调整修正 我想生命就是如此 因为他没办法完全规划到一个终点 我们只是到那终点而已 在终点之前 我们有一个方向 不过我们的方向 我们可能很多的天后变化 或是心情的变化 或是当地的一些事情变化 等等我们必须要去做调整 我觉得你这本书 是将它带进了一个 大家可以去了解的 也许我们在看到一块 一个造景艺术 我们就把它视而未见了 但是我想顺农 藉由他很棒的文笔 跟他更棒的插画 将这样件事情 看这么困难 但是把它变成一个可行的出来 是 那同时今天你还当成一个人类学家的观察 我觉得你就是在每个岛上面的 在漂流的时候 也记载了一些所见所闻 是 那实际上对一个艺术家来讲 最后用一个书籍的成品来陈列 对你来讲 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 对不对 其实书本这个用文字 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尝试 它基本上也是一个 我创作的一个方式 也是另外让我可以重新再思考 我的在创作的历程里面 我所不足的 或是之后必须要去强化的地方 也是有 是 听懂 所以你现在的新的一个计划 今天开始在做的 你说那些小孩 对不对 一百多个小孩 一百九十六 所以你也开始一样在画了 是不是 过程也开始画了 对 没错 没错 那个其实主办单位非常期待 因为它是临时性的作品 它会风化 然后主办单位就很担心 它假如不风化怎么办 它假如风化太快怎么办 所以 所以你现在保密的是用什么素材 还要风化不风化 那我是用当地的砂 跟我们用的那个糯米粉 自然的那个食材 包括那个黑糖 然后包括石灰 以前做那个糯米墙 糯米桥 没错 没错 所以你总是将艺术者 还是将很多故乡的元素 带到异地去 重新出席一个任何一个 我想这也是跟随着你的 宗旨传的原始的想法 是 从一个另外的地方 带到地方去 在当地上再结合 是 这个是一个有趣的思维 那这一次的展出时间 什么时候 如果有观众朋友有兴趣的时候 我们从那个春季 三月二十号开始 就开始展 然后会一直在从春季 夏季还有到秋季 到十一月六号 我们都用这样展览 是 那就是新的展览 这小孩这一型的 一百多个小孩这个展览 没错 那我们最后也要跟 跟观众朋友说一下 那个种子传 最后的镜 被放在哪边永久收藏 我们会放在高松港的 就在杜伦港口的 最重要的地方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广场 那我们在那个地方 放在那地方有很棒的一个 跟在丰岛上面不一样 它是跟自爱 跟现代的一个都市面貌 做个对话 是 所以它是一个 非常奇妙的一个光景 是 也许大家现在去日本 非常方便 除了你去那几个大城市之外 有机会到高松去 看看我们的顺农 留在那边 那个永久的一个种子岛 是从台湾 配合过来过去的 代表台湾的一代人的一个智慧 跟我们的艺术的美感 谢谢我们的顺农 欢迎教育同学 今天继续看我们的经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